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鎮別師,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安威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善意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講一下這個產里大國 也都是其中一個稱為李三國的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其實他們也看得很透明 就是之前,你知道中南美洲其實 脫離了西班牙的管治之後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日子過 我不想這樣說,但是都沒有什麼好日子過 因為始終西方的公司去到那裏 很便宜地買一些抗產資源 現在他們省不住了,不可以只賣抗產資源 是需要在當地都有一定的供應鏈 而且在整個供應鏈當中 他們要佔的成份多些 這樣才能賺到錢 即是你如果佔賣一些資源的話 就像現在這樣 現在他們都省不住了 其實有個國家做得很好 為他們提供了榜樣 這個就是印尼 印尼 印尼 你喜歡不喜歡佐科威 也好 但是佐科威印尼總統 真是令到他這個國家 可以這樣說 是國際地位越來越重要 現在 玻利維亞也是一個資源大國 那麼他們總統 阿塞爾就說 他計劃和阿根廷 智利和秘魯合作 制定一項政策 就確保四個國家 在主權條件之下 即是你不要要我做什麼做什麼 就作為這個你 這種金屬的供應商的一個主要地位 並且他也挺不給美國的 那麼他就說 要避免外國勢力干涉我們 尤其是來自美國 都不太給面 那麼他們就說 因為我們國家的確有豐厚的理智園 要免於受美國的干預 那麼阿塞爾他昨天 就在公開的演說當中就說 我們這個國家 理智園要完全獨立 以主權國家的形式進入國際市場 吸引外資很重要 這樣才可以保持 有利於本國經濟的價格 那麼說到這裡 他就提到了 墨西哥總統諾佩斯或者盧比斯 之前曾經提議 是成立一種理版的歐佩克 即是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你三國都是差不多的 你三國就有阿根廷和波利維亞 還有就是這個智利 當然現在看到波利維亞想把秘魯都納進去 所以秘魯其實 其實秘魯他的國家 其實給別人的感覺是一些愛上 因為小弟媽媽在秘魯住了很多年 我們還有一間爛屋子在秘魯 有些少許蘇聯 是的 因為他們帶著一種印加的悲傷 他們那些歌都很像 好像什麼非勢的紅鷹那些 曾經偉大過 當然是歐洲人去之前偉大過 後來當然也是一個殖民之下 就不是那麼好過 所以你看看當時西班牙多麼強大 很多國家以前是幾個國家 加起來一個省 當然他們也沒有很利用 在那些國家拿到的資源 阿塞爾就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理抗 以前被一些南方司令部 南方司令部是紫美抗 當作他們狼中之物 以後沒有了 我們不希望 美國成為破壞我們社會穩定 以及一些有騷亂的原因 他就說目標很明確 將我們幾個國家 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和秘魯定位為 新型能源儲存的潛在推動者 利用我們能夠作為你這個供應鏈 當然 你等等礦物質 將來 是可以作為 你電池 重要的原料 取代石化的原料 他也呼籲 南美國家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團結 共同制定你在國際市場的價格 他們會這樣做 因為以前被人找殯實 找得多 現在你好像以前那樣 我給你一點錢 你以為這麼容易 現在的 你可以說他胃口大了 你也可以說他 其實說真的 他們也知道市場價格不是這樣 現在他們覺得可以靠這些礦產翻身 是的 而且他不是單純賣礦 他要有供應鏈 你在這裏設廠 要增加這些價值 否則你就不能把我們的東西帶走 我們看看 阿塞爾 他表態的叫做 因為美國 其實真的有一個南方司令部 南方司令部的司令就是 Lauren Richardson 其實今年 李察遜女士在介紹美國的戰略目標時 他強調 南美洲的自然資源 更加強調 阿根廷、玻利維亞和智利 這個李三國 地區的利礦產 當時他聽起來 令到南美洲國家相當硬易 因為覺得 那些資源好像我們一樣 這不就糟糕了 他表述 令到南美洲人覺得 美國是否我們 南美自然資源的所有者 不是 但為何說得好像你們有 他就說 由於這三個國家 有豐富的資源和稀土元素 還有李 稀土已經很厲害了 還有李 在江金技術所必要的資源 他還有我們 還有世界之費 亞馬遜與林 不是美國國土 亞馬遜有幾個國家跨了 我沒有記錯的話 巴西 哥倫比亞 還有秘魯也有一部份 沒有記錯的話 其他我就不會記錯 因為我媽媽經常罵我 說不要這麼無知 正是以為亞馬遜 在巴西不是 世界百分之三十 是淡水仔那裏 這個地區和美國的國家安全 很大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 一句話就 激怒了南美人 我們必須加強行動 什麼行動 和你國家安全很大關係 為什麼 是你那些地方 所以你說錯話 搞到別人就很生氣 那又是 關你什麼事 我們的資源 三月份的時候 李察遜也曾經在會議當中 就說 為什麼中國要和那些國家合作呢 為什麼不行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不行 就說 豐富的資源的南美 當然他們依然是門羅主義 當是美國的後院 別人就不喜歡聽到這句話 當然有時候為什麼我們引述呢 我們加一個引號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是美國的後院 我們加一個引號就是這個意思 嗯 另外呢 玻利維亞的前總統摩拉利斯 或者莫拉雷斯 曾經在推特上面說 美國的新干涉主義威脅他們國家 拉丁美洲不是美國的後院或者農場 不是你們來隨便開發自然資源就可以的地方 那麼全球探明了的李的儲量 大概八千九百萬噸 其中玻利維亞西尼探明了已經二千一百萬噸 是世界上李資源最豐富的國家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鹽攤 烏油利鹽渣也在那裡 我們說過李其實很多都在鹽湖 為什麼這個有天鏡之湖 為什麼好像鏡一樣 因為它裡面就是 那些多數是鹽湖才會這樣 礦物質是多 所以就好像鏡一樣 當然 玻利維亞就是天鏡 叫天空之鏡 天空之鏡所在的地方 就是看到好像鏡一樣 其實很多地方都做到 只要它是鹽湖也能做到 當然它是比較大 所以是全球最大 不過這些南美洲國家都是有個通病 就是技術不夠過關 他們都知道 所以就需要外資 缺乏直接提煉你的技術 還有道路 還有其他鐵路等等的基建 是不足的 1919年政變之後 停止了 美國 離抗開彩 項目是未完全恢復的 目前玻利維亞 是實行主權投資模式 抗資源的財產所有權 還有生產市場稅收 使用特許權都在國家的控制之下 今年一月 包括寧德時代在內的中資聯盟 叫做CBC 打敗了美國企業 當然還有其他公司 跟玻利維亞國家 理業公司 國營簽署協議 將會以超過10億美金的合同 有初期投資 投資在 當然 它現在的全部 不只是你買一些理就行 是要建一兩座 你提煉的工廠 這樣才能促進就業 他們現在沒有那麼蠢 這是事實 另外 其實 就等於 印尼 印尼就是獵廠 其實現在這些國家 他們知道 什麼都便宜價 賣給西方 我們沒有好處 浪費了 都不可以上一個檔次 現在沒有那麼笨實 之前 一百幾十年 真的被人找笨實物得太多了 玻利維亞總統的強調 和中國的合約 是這個國家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因為 是開啟了玻利維亞工業化的時代 你想想他們現在才工業化 是的 我也說他們的士是馬 雷仔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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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什麼他們 波利維亞也有很多草莓 也有很多 萬山 其實秘魯另外一件事 就是那些羊堂的毛 都很值錢 但是 他們有一種 是不可以由其他外商出口 有種羊堂 是特別珍貴的 在高原才有的那種羊堂 當然你去到秘魯 有些景點都有羊堂 因為他們有些東西生的 小弟家裡也有一對 也有一對 其實這幾十年來 和中國寧德時代在內的中企項目 他說是這幾十年來 玻利維亞也是獨立以來 最期待的項目 當然玻利維亞難聽說 也慘了很久 而且他們所說的事情 他和秘魯其實不是很西班牙 他和秘魯不是很西班牙 因為他們融入了 你看看這個總統的樣子 其實他不像西人 他有些隱家人的血統 當然秘魯也是這樣 我們看看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 李三角更加可怕 剛才我們說的 玻利維亞也包括秘魯 如果不包括秘魯 只是玻利維亞、阿根廷、智利 就佔全球李 金屬的儲量百分之六十 是六成 所以他不可能釀出來給你 當然這六成對於全球電動車來說 大規模生產是必須的 所以美國要投標 不過輸給中國 當然日本也有 你三個國家 就是全球六成的儲存量 當然假如二十一世紀 不加入這三個國家 就等於二十世紀 沒有中東的石油 一樣可怕 所以他們也知道自己很簡單 能夠有這些資源 就等於掌握了全球 碳零排放綠色轉型的一個名物 所以現在他們 都聰明了很多 你不要叫我隨便買些東西出來 你只幫我開彩 所以不經過廠提煉 或者其他再深加工 我不會幫你做 我們的價值不就很低 你就取得了我們的資源 不會這樣 當然 我們看看 為何他們選擇中國 他們總統也說 因為中國 越來越容易得到高端和低成本技術 以及快速地推動電動汽車 民眾生活水平亦高 亦看到 其實主要 因為中國 在理提煉和電池生產 是佔一個主導位置 這個西方也承認 這個也承認 沒錯 你不能說了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